陈嘉庚南洋华侨首富 亲近所有家财 充满百所学校 他被毛主席称为华侨旗帝 民族光辉 民无教育 安能立国 陈嘉庚1874年 出生于福建厦门 17岁就独自一人出海到新加坡 和父亲一起经营密店 生意特别火爆 都来买啊兄弟们 干净又卫生 那意外总是来得特别意外 因为老爸经营不善 让陈嘉的产业一招回到解放前 而且负债几十万巨款 这一下让陈嘉庚从富二代 变成了富二代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按照新加坡法律 陈嘉庚其实不用管这笔欠款 这钱你不用还了 不行 我们老陈嘉从来都是把信誉 放在第一位 因为陈嘉庚的首信 为他赢得了口碑 和他做过生意的人都说好 陈嘉庚从开始的 割罗罐头到橡胶产业 不仅把父亲的债务还清 也一步步把城市企业 做大做强 成为了名震东南亚的华侨首富 哎 我财富自有了 要开始实现我的助学梦想了 其实早上他19岁的时候 就把本用于结婚攒下来的2000银元 建造了第一所私塾 替斋私塾 在他海外成功归国时 为了家乡的孩子不再玩尿泥 陆续投资建设了幼儿园 小学 中学 除此之外 还开办了师范 农业 航海等技能学校 统一命名为极美学校 用自己的产业盈余 来支持学校的运转 教育为立国之本 兴学乃国民天职 1919年 他捐出了全部400万家产 投建厦门大学 陈家庚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民族教育 不仅如此 他在抗战期间也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他为抗战筹集了4亿资金 捐赠了217架飞机 1000多辆汽车 在他的号召下 这些战略物资有3200多名华侨司机 日夜兼程送到最前线 有人说货人常有 但陈家庚不常有 他一生艰苦创业 但也不留余力地为祖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是真正的华侨极致 民族光辉